Hello, 大家好, 我是 Matthew 究竟有没有一些VPN是免费的呢? 如果有免费的VPN, 究竟它们是否效果呢? 我虽然不是VPN的专家, 认识都不是很多 但过去一段时间, 我都有用一些免费的VPN 主要的原因就是帮助客人去到某一些国家 看看当地的市场状况是怎样 有时候就看看他们的网站去到那个地方 有没有办法显示出来, 和速度是否够快 当然也听过很多朋友说 他们想看Netflix或者其他网站 不同地区的影片, 所以就安装一些VPN 也有一些服务提供者 因为他们限定某一些国家或者地区 才能用到他们的服务 所以就被迫我们要安装VPN 也有一些朋友就跟我说 他们想保障他们在网上的私隐 这样他们就安装了VPN 来保障自己的网上的记录 不会被别人看到 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不是经常用VPN 所以我就选择用了一些免费的工具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些工具 只要在Chrome上安装了一些extension 就可以马上使用, 非常之方便 但我要事先声明, 我今天示范这些VPN 只不过是众多里面的其中四个 就不代表他们是最好的 又正正他们互相之间都有一些 limitation 所以我很多时候都会交叉使用的 第一个我想跟大家介绍的 就叫做Hola VPN 亦都是我第一个接触免费的VPN 最初我觉得它是完全免费的 但现在好像每个小时只是30分钟 就因为是这样, 我现在就比较少用了 如果做事做到半老, 用不到就比较麻烦了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那我现在就为了方便示范 我就借了Netflix这个版面来示范 那现在我在英国 所以它那个offer就是4.99 那第一件事呢 我们就去到Chrome的extension 那里 就Visit Chrome Web Store 那我现在就会打回这个Hola VPN 那一打就已经有了 那你见到呢 有一个叫做Hola VPN Website Unblocker 那我就按了下去 那我按下来 那Add to Chrome 跟着呢 我就会Add Extensions 那现在呢 它就应该会开始下载 好, 现在呢 就已经安装完了 那我首先第一件事呢 我就会将它 拼上去我那个Chrome的Bug 那方便使用 那我按一按这个的Icon 他welcome我,very nice 他问我去什么网站 我就继续借用Netflix的网站 当我选了Netflix这个网站的时候 你见到现在很特别 我交叉在这里 你见到它叫做6.99 是一个dollar sign来的 就不是刚才,4.99 你见到我现在就去 他有个美国旗在下面 那现在呢 其实我应该就已经拼了去美国了 那如果我呢 继续转去其他国家 那譬如我今次转去这个 Netherlands 那我看一下它有什么反应 哦,非常之好 你见到Netflix,Netherlands 那这里也都见到 我去Netherlands,NL的地方 那金额呢就是neuro的7.99 欧罗的7.99 那如果呢,我继续再转 看一下呢,我转不转到去其他国家 那譬如我今次呢,我们去这个的瑞士 那我们看一下去不去到这个瑞士这个地方 哦,也都去到哦 那你见到呢,这个呢 是这个的瑞士法郎 11.9的瑞士法郎 那你见到呢,它的Language Deutsch和法文都是瑞士流行的那个语言来的 那所以呢,也都顺利去到瑞士了 那我们呢,就再试多一个国家先 那我除了瑞士之外呢 那我们不如去一下一些其他的国家 譬如有没有一些叫做新加坡啊 那我们看一看去不去到新加坡先 那我应该会自动在那里弹的 我们再等一等 喂,去到哦 那你见到呢,它这里都显示了呢 是SG出来的 SG 那也都呢,这里呢 是叫做13.98的Dollar 那我们见到有个新加坡的国企在那里 那所以呢,其实呢 这个Hola的VPN都挺好 因为呢,去到都很多的国家 也都顺利地呢 去显示到不同国家的网站出来 第二个呢,我想跟大家介绍 免费的VPN就叫做Sandmate Sandmate呢,其实呢都挺容易用 虽然呢,它没有时间或者数据的限制 但是呢,它那个的国家server 即是国家地区的server呢 就比较少 也都是因为这样呢,限制就比较大了 那但是呢,我们都一起去看一下先 那我呢,现在呢 也都是在这个Netflix的网站上面 你见到呢,仍然呢 是用英镑去显示出来 那我也都是呢 去回这个Chrome extension那里 那去回Chrome web store那里 那我就会打这个的Sandmate 一打就见到了 那,Add to Chrome 也是Add extension 那它会下载 下载完之后呢,它就会马上安装的了 好,那现在已经叫做安装完成的了 那我也是拼了去方便 我们可以看得容易一些 那我就会按一按这个的Sandmate 按这个Icon仔 那这里先关掉它 那如果我按下这里呢 其实呢 它那个的server 就只有四个而已 那我们首先试了这个United States 那已经开始了那个connection 那我们呢,就走回去Netflix这里 在这里啦 那现在是仍然英国的版面 那我就会refresh它一次 那当我refresh的时候呢 它已经改动了 成为6.99美元了 那这里呢 已经是美国的版面来的了 那我现在呢 就试一试呢 就是去其他国家 那譬如我去上面这个新加坡 那当我connect了去新加坡的时候 我也是在这里呢 就refresh它 那有点久哦 那看一下它 哦 拌不住 拌不住呢 其实原来呢 就是原来某些的server 是没办法拌的 那我就继续去选 我选拌了上面这个 罗马尼亚 那我又再load多一次 哦 罗马尼亚load到了 那也都显示了呢 叫做呢 4.99欧罗 euro出来了 那好吧 我们又再试一下呢 这个的 最后的这个gemony先 那我们又试一下gemony 行不行 噢 哦 gemony是不行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呢 我四个的server呢 只是得呢 United States 和呢 Romania 罗马尼亚呢 是可以的 那所以呢 这个限制就比较大了 那 如果我们再想试多些东西 很多时候呢 都未必试到啦 那 那就很麻烦啦 那 第三个呢 我想和大家介绍免费的VPN呢 就叫做 Touch VPN 我呢 就不是经常用的 但是呢 它那个界面呢 就比较简单 也都不需要注册了呢 才可以用 那 但是呢 它那个server呢 也都是比较少啊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就未必满足到呢 我们的要求 那 但是呢 我们呢 都一起去看一下啦 这次呢 那我们仍然都是在Netflix那里来做示范啦 那我们也都是上回去 这个的 Chrome的Extension 那里选择 Chrome Web Store 那 那我们这次呢 就试这个Touch VPN 那 那去到的时候 也都Add to Chrome Add extension 那它呢 就会安装啦 那 那安装完了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动作啦 为了方便这件呢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就把它呢 就拼了下去 这个的 Chrome的上面的bar 那 那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 那你见到 有一个叫做Touch VPN 那 其实它的choices 都是很少啊 它好像呢 就比这个的 的SandMe 多些 那但是呢 就 choices都是很少 那我们首先去USA 先啦 那 Connect 那 Connect 完之后呢 那我们去回Netflix那里呢 看一下Refresh之后 有什么的结果啦 哦 好奇怪哦 明明去这个的US的哦 那 那为什么呢 它现在给个欧罗的7.99欧罗呢 那如果我们看回呢 这里呢 是显示了NL哦 那就是可能是去了Netherlands哦 我明明选了US 但是就去了Netherlands 那相对地就真的好搞笑啊 那我们拼了这个Touch VPN再看看 那我stop了这个USA的connection先 跟着呢 我就再选呢 这个 这个 譬如 今次选 这个Germany 看一下 我去不去到先 那我这里 说 Connect了去Germany 那我就继续呢 就 Refresh 这里 看一下呢 它去不去到这个Germany的地方 那 看一下去不去到先 哇 很久哦 还没有 Refresh 哦 很特别 Germany都仍然呢 是NL哦 仍然呢 是Netherlands 这个地方哦 那都是去不到的 那 试了两个地方 USA和Germany 都是去不到的 所以后来呢 我们试一下呢 这个Netherlands 既然它那么喜欢去 那我们去了这个Netherlands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同样地 啊 再refresh多一次 这次 这次就古怪了 我明明呢 是去了Netherlands 现在呢 就回去了英国哦 用了4.99 4.99 这个价钱哦 那我就发觉 其实呢 就真的不是很可靠啊 虽然呢 这个界面叫做容易一些 但是呢 其实呢 就真的不可靠 那都不知道自己去了哪里的 又不知道拼了去哪里的 那所以这个Touch VPN呢 我都是很少用的 那 第四个呢 免费的VPN呢 叫做TunnelBear 它的摆面设计呢 就比较有趣 但是呢 使用之前呢 你呢 可能呢 要注册了 或者用个Google account 去登入了先的 啊 每个月呢 就只有2GB的流量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已经很足够了 它地区的伺服器 它数目呢 就挺多的 那所以呢 对于我来说呢 都觉得挺吸引 那我最近呢 都用它呢 用得比较多 那我们一起呢 来看一看 究竟它是怎样的了 好 今次呢 我们呢 也都是由 这个Netflix开始啦 那我们呢 就去到 Chrome Model Extensions Chrome Website Web Store 跟着呢 我们就打这个Tunnel 那一打呢 就已经找到 TunnelBear 出来了 那Add to Chrome Add Extension 那它就会很快安装的了 那安装完之后呢 那我们跟别人 都是拼了TunnelBear 就方便我们之后去使用啦 那它现在是Off了的 那我们就Connect下去 这个United States那里 那已经Connected啦 那Connected之際呢 那它不知为什么要问我这些东西 不过我不管啦 那我就回到这个Netflix那里 那我呢 那我呢 就会重新refresh一次 那呢 那呢 那马上就显示了6.99美金 那我这次呢 那我这次呢 就再去呢 这个 其他地方 那不如今次呢 我们去一下 这个叫做 譬如 看看德国行不行先 正说德国不行的嘛 那我们呢 就去看一看 德国 哦 今次行哦 这个德国是Euro 来的哦 譬如我们看回来的语言 都是德文哦 都是德文哦 那德国又行 接着我们又再试一下呢 其他国家先 譬如呢 今次我们去一下瑞士啊 那我们 试一下refresh 可以不可以先 哦 可以哦 瑞士法郎哦 11.9哦 那这里有这个德文 和这个法文 都是瑞士通用的语言哦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Tunnel Bear 都挺好 因为国家的选项又比较多啦 还有速度又比较快啦 那两个Gigabyte 应该OK的啦 那所以我都是比较喜欢用的 好了 我们看完呢 四个不同的VPN之后呢 总括来讲呢 这些免费的VPN呢 各自各呢 都有它的优点和限制的 如果你好像我这样呢 间中才用这些VPN呢 其实免费的版本呢 已经可能呢 满足到你的要求的啦 那但是如果呢 你要求高一点 或者呢 你想保障你的私人好一点 又或者呢 你想那个的使用量大一点 那可能呢 你都需要呢 考虑用一些呢 付费的版本 才能够满足到你了 如果呢 你有一些呢 心水呢 有免费的VPN 欢迎呢 你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呢 大家可以一起分享一下 亦都可以帮助到呢 其他有需要的朋友 那我们今天呢 分享的内容呢 就到此为止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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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